在今晚11月17日的谷草夜菜有两匹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第一匹是第三场四班谷草1200米的5号马,蒲合超德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 首先这匹马是一匹隔夜的冷马,差不多是10倍的 如果你去第三场实力马看,你就会看到这匹的实力马实数不多,只有几匹 不单止这样,这些同情的实力马的实力是一般的 怎么看得到呢? 其实你看它的时间指数,绝大部分都做不到一个正的指数 就是负的 这匹的同情实力马,那实力是一般的 第二,就是每段色加速的马大部分都是排较为外的档位 这匹就排7档,这匹排9档,这个是10档 即是说,在这些同情对手实力马不强的情况下 而加速的马有排在较为外的档位 在这些场合,最好就找下有没有其他路程的放头实力马 因为如果有的话,这类马是在对手不强的环境当中 是非常之好,而这一匹的袍合超正正是这类马 为什么?它在前仗,是谷草1000是放头赢马的 不单止这样,它是凭着一个前速 在1000都是一个正的0.42的前速而去赢马的 而它的时间也差不多是一个标准时间 即是说这匹马具备速度 这次由于同情的放头马不强 这匹马又排内档 所以蒲合超德 这次是有非常大的机会是可以贴蓝放头的 因为它1000米都放出来 在1200就更加容易放了 如果它放头的话 由于后面那扎的同情实力马 那个时间的指数大部分都是负的 所以形成它这匹马是占有一个跑法上的优势 即是说你们这扎1200的时间是负的 如果它又做到一个快时间 这扎马其实就很难追它了 当然了这扎会不会跑1200呢 如果你去所有马赛职选拨合超德出来 你会见到其实它在上季在54分 金将就53分 即是同一个评分范围 其实它是跑过一次第三的 它的跑法正正是放头跑 不单止它做的时间其实都是一个正的时间指数 即是说其实这扎马在现在的评分范围 它跑1200它其实是可以有能力做到一个放头正的时间指数 不单止这样 这场它跑第三其实的对手都非常之强的 头马齐齐有福 二马电信超班之后都是赢短途的 所以这扎马蒲合超德 在这场的赛事由于预着对手较为弱 它的跑法是有利 所以在这场的赛事加上它是一扎冷马 所以其实这扎的蒲合超德是属于一扎有价值的冷马 如果临场当然还是冷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这扎马 作为一扎PQ胆去拖几扎短的配脚 或者也可以考虑拼一拼这扎马的马步 即是跟你上面或者下一场的深水马去穿马步 而今天第二扎值得你留意的马是第六场三班菊草一千米的一号马 天火同仁 这扎马今次是配搬顿 为什么这扎马值得你留意 那菊草的最短途一千 最好你那个目标范围就摆在同情的放头马身上 最好这些同情的放头实力马是具备前速本身时间 最好没断都会加速的 那如果你去第六场的实力马那里 其实你会见到天火同仁正正是这一类马 不单止它上仗其实差不多叫做拍着放了 是属于一个可以说是一匹放头马 那它的时间指数是不断会加速的 时间指数也是正的 那如果你看这一匹马前仗跑第三 也都是咬着前面走 那也都是全部都是正指数 不单止可以放在前面 每天还可以加速 时间指数也是正的 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其实这匹马跑一千都挺激动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它大前仗赢的时候 它是咬着四位的 那就是说这类马不是顺放头马 有些顺放头马呢 如果有马在它前面 可能它就不会追人的了 但是这类马它是可以拍放 也都可以咬着的三四位 然后不断都还可以加速的 所以这匹马今次是配强手潘顿 而且排的档位是七档 而另外一匹放头的马 这一匹的时事相通在它外面 所以其实形成这一匹的同情实力马 可以咬着前拍放都可以的 天火腾人 是有机会这个位也有机会是易跌的 但无论如何 它是由于它具备的前速和无端会加速的 所以在这一场的赛事 加上同情的对手实力不是太强 因为它做的时间差不多是排 在这一场的同情对手里面是第二块的 所以它在前面走 后面那匹马就很难追到它了 所以这一匹的天火铜人 在这一场赛事也都是属于一匹同情的实力马 虽然它是热门 但是这类马你是可以考虑拿它做Q胆 拖几匹配叫做买Q 或者将这一场的赛事 作为你Q过关的其中一场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码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当你有这个表的时候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码 所以建议你将你所学的减码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这样做 结果是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实力的冷码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不知道怎样去减码 我就建议你在我们的Burling Burling Channel 里面的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减码秘谓的片 就记得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关于职业团队 怎样选择实力冷码的方法 和你可以学到怎样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码的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影片 当然了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那样 可以轻易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码 当然了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怎样选码的方法有兴趣 我当然就建议你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同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选码的知识方面 是有帮助的话 那就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吧